关门 倒闭 十个月闭店超一百万家 中国餐饮业爆发关店潮 餐饮人苦不堪言 都直言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甚至还有多个城市的餐饮一条街 出现团灭 惨死一大片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做过餐饮的人都深有体会 感觉他们玩了一年的生存游戏 各类团购 降价 发起车轮战 旺铺转让的标示更是贴满了一整条街 可以说在这一年里 餐饮业势要多惨就有多惨 一场餐饮行业的倒闭潮 正在席卷全国各地 而这股报复性的关店潮 不仅让消费者感到震惊 也让整个行业陷入了一片沉寂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全国各地的餐饮街上 频频出现了餐厅关闭的消息 从大城市到小县城 从知名连锁品牌 到个体餐饮店无疑幸免 这样的团命现象 实在让人感到震惊和惋惜 众多人际餐饮品牌 也纷纷宣布关闭 让消费者和行业内人士 都感到了一丝恐慌 根据其查查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十个月里 全国餐饮累计吊销量 达到105.6万家 而在吊销的餐饮企业 火门店中 不乏知名的餐饮品牌 前不久 知名港星吴志雄于2022年 在深圳开的志雄厨房 品真生活被爆观点 一年前这家餐厅 还曾经因为明星站台 打卡而红极一时 但是一年后 这间面积超3000平的高档餐厅 轰然倒下 损失或上千万 再往前走 加油好面走向破产清算 午夜半面 在闭店和开店之间左右摇摆 除了上面这些知名的品牌 还有昂斯蛋糕 克里斯厅 油角村 虎头菊 许流山 鞋合庄 福林门等多个知名餐饮品牌 在闭店风云中登上热搜 事实上 在去年的复工之时 也是各个餐饮品类 开店迅猛的几个月 新入局的小白 如过江之计 商圈中的门店 更是一铺难求 甚至还有人家价抢购 一位二手设备回收商 打趣地向记者说道 这些新入局的餐饮人 不像是来做餐饮的 更像是做慈善的 然而经历了一年的疯狂 如今的餐饮人冷静了许多 新入局者大幅减少 关停的店铺也在成倍的增加 面对如今的惨烈状况 许多生意不好的餐饮老板 会用神仙难过三四月 这样的俗语老话来安慰自己 他们认为在每年的三月份 本就是餐饮业的淡季 出现劫后综合症的现象很正常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往年按照惯例 一般营业额会下滑30%左右 然而今年则是直接腰斩 甚至出现套餐打骨折 做霸王餐优惠 都卖不动的惨烈景象 在一个餐饮行业的私欲交流群中 一位来自贵阳的老板无奈地说道 原来希望口罩时期能够赶紧结束 但现在结束了也没判来消费潮 另一位做休闲正餐的老板也说道 知道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月是餐饮淡季 但没想到会这么差 更离谱的是 就算是今年过年期间 生意也是非常的差 一位做米线生意的快餐店老板告诉记者 他们的门店现在的固定支出 是一个月5500元的房租 2500元的水电费 但工作日的营业额只能做到800元上下 门店里雇了4个员工 生意差到每天4个员工都没事可做 都坐在一起玩手机打发时间 我们都知道快餐门店的盈利主要在跑量上 而房租水电基本都在1万5左右 但营收一天不过千元的案例比比皆是 有些老板无奈地把自家门店分享到社交平台上 想让网友们能帮自己出些好主意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网友们给出的回复都是让他们早关店早止损 快餐品类的难关从外卖单量上也能反映一二 门店没有外卖单 起手们就没有外卖单子送 一条餐饮街上 送外卖的起手们在扎堆聊天 没过几天街上就又新关了两家门店 除了快餐类的店铺 火锅烧烤品类的餐饮店同样惨不忍睹 不少门店的营业额都撑不上腰斩 而是直接斩到了脚脖子 像四川一家300多平米的地摊火锅 在年前的时候需要排队等位一个多小时 但是现在一天只能接到一两桌客人 一天营收在五六百元上下 甚至还有开了七八年 做周边邻里生意的菜饮老店 在今年的日均营业额相比去年同期 也都减少了40%以上 老板说他们在店里闲得要死 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什么人 在商场四五层正餐餐饮的客流中 两极分化的情况更为明显 周五晚上 周六中午 零是商场中最热闹的时间段 在客单均价100左右的餐饮层中 一面是几家当红品牌 门外的等位区排着长队 另一面则是多家连锁餐饮品牌上座率 只能达到20%左右 以北京 上海 长沙等几个城市的几个核心餐饮商圈为例 其中 北京和声会 通州万达 上海大跃城 前滩泰古里 长沙王府井百货等 在不少探店博主日常扫街时 均呈现出上述情况 这更像是一种虚假繁荣 逛商场的人看起来似乎很多 但大多数人的消费就仅存在于 一杯奶茶加一顿快餐罢了 事实上 餐饮行业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在城市中心 商业街 饭店区等繁华地段 餐饮店层出不穷 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特别是在特定的餐饮街上 各类美食林立 餐厅之间的竞争 更是激烈至极 众多餐饮品牌为了吸引顾客 推陈出新 不断创新菜品和服务 力图在众多餐饮品牌中脱颖而出 然而 市场竞争激烈 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 价格战 抄袭抢客源 导致了资源过度浪费 和市场低价破坏等问题 这或许也是一些餐饮品牌 在市场竞争中 来以为继的原因之一 其次 餐饮行业疯狂的价格战 也直接导致了 如今出现大规模的闭电潮 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 餐饮店主直呼撑不住了 自己先官为敬 而在微博上 低价团购被刺餐饮业的话题 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抖音平台上 商家声嘶力竭地 吆喝着9.9元套餐 消费者转眼就去买了 隔壁8.8元的优惠券 消费者在各式团购中狂欢 而悲催的商家 却在拖着骨折的腿螺涌 人民日报也曾公开评论 餐饮业的价格战 称价格战是把双刃剑 低价引流 一旦陷入到赔本赚吆喝中 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 除了市场竞争激烈外 疫情对餐饮行业的影响 也是不可忽视的 疫情期间 许多餐饮企业 因为无法营业 生意受到了极大冲击 即使在解封后 餐饮行业也仍然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流减少 外卖需求增加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问题 不断困扰着餐饮企业 疫情让许多餐饮企业 陷入了经营困难 这或许也是一些餐饮品牌 选择关店的原因之一 在生存压力增大的情况下 一些经营状况 本就不佳的餐饮品牌 不得不做出了 关店的艰难决定 社交网络上 不时能刷到餐饮老板们发问说 今年的三月 比去年三月 营业额同比下降了好几成 这样难的时期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对于这个问题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但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 在2024年 绝大多数的餐饮人 都将在痛苦中苦苦挣扎 在焦虑中慢慢习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